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冒充以天文遇难家属而引起韩网共奋的一对母子 11月14号 首尔龙山警察局将冒充以天文遇难家属的50多岁女性A某 与10多岁的儿子B某以诈骗嫌疑立案了 这对母子在以天文站的追逗场地冒充是遗属 表示自己的儿子遇难获得了衣服献金餐饮等的支援 而在演员穷无曾访问悼念场地的时候 这对母子也大声痛哭探坐在地上等 假装他们是遗属 穷无曾也默默地安慰了他们 而他们的诈骗行为在牺牲者名单公开的时候被解开了 这对母子在警方调查的时候表示 因为肚子很饿又没有钱 所以才做了这些事情 承认了所有嫌疑 而因为警方判断 他们获取的利益不是很大 所以先让他们回家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能将惨剧当成是赚钱的机会 真的是太伟大了 演技实力太好了 这程度的话应该要当演员吧 哇不要演艺术去影牺牲者吧 太厉害了 这世界真的疯了 怎么能拿着人的姓名这样 要收到天前 再怎么辛苦也不可以利用他人的伤痛的 对于这对母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日本女性票选 最想结婚的K-POP男爱豆 前十名 这是在日本狼竞格网站 超过一千二百多人投票的牌 还是那句话 不要太认真 就当成是 啊日本女生是这样啊 快乐的看一下就好 OK 10位NCT太阳 9位Shiny Tammy 8位BTS Jin 7位B2B 유성재 6位Shiny Mino 5位BTS Jimin 4位Astro Chowno 3位BTS V 2位BTS Jungkook 1位JYJ 김재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